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Coding学堂 继续学习我们的移动开发课程 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小若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也是大家的老书人老郭 Hello,大家好 郭老师,您看您每次都用我来举例 什么name,age,您总说这个是字符串 那这个字符串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呀 是什么呀 其实我们前面一直在讲这个面向对象等等的这些内容 其实事业当中我们这个就是定义了很多类 这个类其实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就是来源 第一个来源就是我们系统里边已经定义好了一个类库 我们都叫 就是我们用这个LS这个开发的时候 苹果公司它的SDK里边 就是所谓的SDK就是软件开发包里边 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定义好的这些类库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自己还可以自定义类库 就是我们前面自己写的这些person啊 什么什么pet啊 这些car啊之类的这些叫自定义类库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前面讲到那个NS-twin 也就是你所说那个字符串 它是系统类库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讲一下这个NS-twin 到底是更详细的一个用法 那么首先呢我们是看的一个今天讲到的是 第四章里边的第一讲 就是字符串叫NS-twin 那么其实呢这个NS-twin呢 字符串在C元里边也会有 它以这个字符辅助的方式来出现的 或者叫字符指针 那么在OC里边呢它是一个类 那么既然它是类呢它就提供了很多这种 操作字符串的一些方法 那么今天呢主要是我们来学习 OC里边的字符串的一些常用的一些叫API 那么另外一个名词API叫 应语程序编程接口 叫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简称API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一节课要讲的一些内容 第一节呢我们要熟悉一下 就是学习系统类的一个方法 那么从这以后呢我们会接触到很多的系统类 那么两个大的框架 包括Foundation框架 还有一个叫Coco 这一个框架 那么这两大框架里边的这些类呢 有很多 我们要熟悉这个学习系统类的一个方法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字符串的一个简单介绍 那么字符串到底是什么 什么是字符串 第三个就是字符串的一个初始化 还这个怎么样来初始化一个字符串 那么第四点呢会讲到这个怎么样获得 字符串里边的一个长度 或者是某一个索引位置上某一个字符 比如说我有一个字符 想把所有的里边的所有字符呢 给它变立出来 那么通过这两个方法呢就可以实现 另外呢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用到这个 nssync和nsdate 这两个类之间的一个转换 那么这个呢有时候就是我们将来做这个客户端 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淘宝客户端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从网上获得的数据呢 它是nsdate 这种格式的 那么这种格式的数据呢 如何和字符串之间做一个相互转换 那么另外呢 我们还可以把这个字符串的内容呢 写到某一个文件里面去 或者呢把这个文件内容呢 通过字符串来显示出来 那么到最后呢 我们还要截取一个字符串 那么所谓这个字符串呢 就是字符串的一部分 比如说这个小弱 我只取出了这个小 这个叫字符串 那么另外呢 还有字符串和数字类型之间一个转换 比如说我网上获取的一个年龄 A纸20 其实它是字符串格式的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年龄 是什么类型的 是这个整形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需要怎么样呢 这个字符串和数字之间的一个相互转换 那么最后呢 还有这个字符串的一个大小写 这样一个转换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 这个字符串的首字母大写 那我们拿到的是一个小写 那该怎么办 在这边提供了一系列这些API方法 那么另外呢 还有就是字符串的一个比较 有两个字符串 比较一下这两个字符串的一大小 那么这个比较呢 它是字典的一个顺序 这个ABCD 这个顺序区比较 那么首先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就是第一节内容 学习系统类的一个方法 那么从这一节开始呢 我们会接触到很多的系统类 那么首先呢 我们应该是学会查看这个帮助文档 那我们苹果公司的 插这个帮助文档呢 实际上的详细 另外呢 还可以查看一些API 就是这些编程接口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怎么样来实现 还是呢 打开我们的这个S Code 打开我们的S Code 那我们去看一下 查看帮助文档有几个方法 首先我们还是创建一个新的Predict 新的项目 这个是04-01 好 下一步 我们把它放到 Oc里边的 这个 Oc里边的第四章 这里边我们来新建一个文件夹 先放到这里边来 那么刚才我们说 要想学习这个 比如说我们这边有一个叫 NSC 那么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学习这个类 那么前边我们也简单介绍过 一个方法就是 按住out键 把这个光标放到上面去 它会出现一个问号 我们再点击一下 这个地方呢 就可以快速的提示我们 当前这个类的一些描述信息 以及呢 这个后边它声明在哪个头文件里边 还有呢 就是后边一个reference引用 那我们先给大家介绍这个 第一个就是out 加上什么样 这个光标 是吧 再加上这个点击 那么这样呢 就可以快速的获得 当前我们这类的 很多的帮助信息 包括 这个类声明在哪个头文件里边 可能这个里边有这个有关 我们前面讲这个头文件 那么在这里边呢 就是这个类 里边很多啊 这个我们后边的详细介绍 那么这是头文件里边的一些 这个API 那么另外呢 我们还可以找到什么呀 找到这个类的一个reference 那么在这里边呢 它是一个文档 这个文档里边会详细的说明 我们这个类是什么 比如说这个地方 它是继承了哪个类 然后呢 后边是 它实践了哪些协议 它在哪个框架里边 属于 framework 这个框架 属于foundation框架 那么后边还有更多 那么下边呢 是针对这个类的一些详细描述 后边还有这个 自传对象 然后这个很多很多 这个帮助文档 非常的详细 好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直接怎么样 第二个就是 你不想查看这个帮助文档 你只是想查看这个API 那么直接按住Ctrl键 点一下 直接定位到当前这个类的声明这个地方来 好 那么第二个就是 command command加上这个光雕 再加上这个点击 再加上这个点击 点击 command加上这个光雕 再加上这个点击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可以快速的定位到 当前这个类的一个声明 这个地方来 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学习方法 我们可以到这个 developerapple.com 这是苹果的官方的这个开发网站 那么其中这里边有一个叫resource 什么意思呢 就是资源 这个资源里边呢 有这个就是lsdeveloper library 就是ls开发的这样一个库 开发库 这里边呢 有非常详细的一个说明 比如说你想找一下ns信 这个地方就会搜索出来 有很多啊 这个ns信相关的 你看有ns信这 reference 那么还有很多很多 跟它相关的一系列帮助 那么当然了 我们还可以 刚才说了到这个developerapple.com 这个官方网站来 寻求帮助 打开我们的scode 这边 这是第三方面 就是寻求帮助 这个网站 那么另外还有呢 我们在这儿还有一个叫help help里边有这个文档 和api的这个reference 那么打开这个之后 就定位到这个地方来 这个地方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ns信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这里边还会有很多这些文档 比如说这个就是我们ls8的一个library 这里边有音频视频的什么coco touch 非常的详细 那么另外这里边呢 还会有其他 比如说你想学习scode的一个帮助 都可以在这个里边来找到 那么我们再总结一下 就是说第四方面 寻求帮助文档的地方 就是在scode里边 找到 好 那么刚才呢 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有关 作串里边的第一节内容啊 就是你怎么样查看这个帮助文档 怎么样学习系统类的一个方法 那么如果你自己来学习 当然现在呢 有这个教程 是吧 你可以轻松的来学习 如果你自己学习 你怎么样来寻求帮助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下边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字符串的一个简单介绍 什么是字符串 那么字符串嘛 这个顾名思义呢 就是一串字符 是吧 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opsec POC 它就是一个字符串 那么这里边呢 opsec POC 这是多个字符 包括控制 也算字符 组合着一起 在这儿一个字符串 它是一个unicode 在这儿一个字符序列 那么我们需要强调的是这个unicode 什么是unicode 我给你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那么比如说啊 我说这个地方 我说明一个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呢 我说是等于一个at 百分二 at冒号 这个说猫 猫 这个哈哈 哈哈 你看这个也算一个字符串 表情也算一个 这个表情 这个表情符号也算一个字符 就是说 这是unicode的字符编码 那么除了unicode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字符编码 我们讲到字符串 就讲字符编码 比如说有ask码 叫美国这个什么 这个国家标准编码 256个字符 那么另外呢 还有其他的编码 就是今天我们刚才说unicode unicode叫统一编码 全世界的所有的这些字符呢 都可以表示 比如说刚才我跟你说这个 一个符号 一个表情符号 都可以算成一个字符 另外还有这个 什么日文呀 韩文呀 什么希腊语呀 新白亚语呀 什么汉语呀 等等 都可以表示 这叫unicode 同一编码 那么另外呢 在oc里边呢 字符串呢 可以包含这个 不可变字符 就是这个字符串 一旦声明好了之后呢 你不能去修改它 你说我这字符串中间 再添加一个小弱 小弱中间 添加一个空格 这个一旦声明好了 不能再添加了 那么另外一种 就是可变字符 叫mute 记住这个单词 以后我们会看到 大量的什么什么mute mute就是可以改变的 我这个声明一个字符串 那么中间呢 我们可以任意的去修改 可以去添加 可以去删除 去插入 然后呢 去重新设置 等等的这些操作 都可以来进行 那么这个呢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oc里边的字符串呢 可以包含 不可变字符 和可变字符 另外我们需要强调的就是 我们这nsShin和nsMuteShin 它都是foundation 基础框架里边的一个类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 就是在我们熊厨帮助文档的时候 我们去看一下这里边 在文档里边呢 它有很多这些框架 那我们在这呢 比如说这里边我们来找到很多的层之类的 语言我们来看一下 general 什么向导 reference 就找直接foundation foundation 那么这里边呢 我们一搜索 就能找到这个foundation框架 看一下framework 其他的软件 这里边呢 就会找到有关 我们看这个foundation和corefoundation framework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foundation 也就是说这个呢 里边有很多很多 其中包括这个集合框架 这里边其中有一个叫什么呀 Shin 自如传 那么后边我们还会讲到foundation框架里边有很多东西 包括一些集合collection 还有一些这个L流或者是日期时间等等 成本文件等等 那么对这个呢 有一个了解 知道自如传呢 它属于foundation这个框架里边的一个类 下边我们再来看一下自如传的一些初始化 那么有几个方式啊 可以对这个自如传的进行初始化 首先呢 我们可以直接复制的方式 这个是我们最常用的 那么在我们之前的课程里边呢 我们都是通过什么呀 直接复制的方式 是吧 name 然后呢 后边at 一个双小孩扣起来 小弱 是吧 这就是一个直接复制 那么下边除了直接复制呢 还有一个就是 已经有一个租传了 你用已有的一个租传 就是alloc init with 另外一个租传 这个是我们昨天讲到的这个 叫初始化 带参数的初始化 你给它一个租传 可以直接定义另外一个租传 那么第三个就是 格式化 初始化 这个方法 这个呢 我们比如说前边呢 我们说 我们要输出这个name和age 两个变量 输出一个结果 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格式化 租传 init with 这个format 那么最后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个 比如说你定义了一个c元 这样一个租传 那么你可以用c元 这样一个租传 来初始化一个租传 对这种租传 这样的租传 这样的租传